1-2-3-4 1-2-3-4 1-2-3-4 秋天的风 夏天的温和泪痕 寂静的夜深 寂寞像雪崩 买冷 买冷 沉边的余温 依然会拙人 时间的风 吹散我们 还生疼 当沉睡的心 再次被清醒 买了 买了 旧日的清闻 如天分之身 怎么说起 怎能忘记 深夜推移 要到孤独散地 太阳出生 大梦出现 谁愿求生 刹那就是穷恨 命运的风 吹散我们 还生疼 你让我完整 我却不再沉沉 却不再沉沦 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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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地头 封出你的春 Zither Harp 怎么说起 怎能放弃 深夜退役 要到孤独散尽 季节偏更 岁月沸腾 深夜明春 何去称赞人生 怎么说起 怎能放弃 爱情太短 我们还来不及 怎么说起 怎能放弃 深夜空无 不到爱和清楚 在我心里 音乐响起 无不走近 在我心里 音乐响起 一 二 三 五不走近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在整个的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了几个很特别的标识 可能代表这首歌的故事 对吧 其实这首歌是我写给一个 我生命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 就是我刚来北京的时候 我的女朋友 对 她的女朋友 她呢 大家看到那个时钟里面 有一双五鞋 她是北京战友歌舞团的舞蹈演员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 我选择了我跟我在一起 算是收留我吧 我那个地方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住的地方 完了 过了一段时间 很多的人的流言蜚语 让她有点受不了了 她是开始怀疑她自己 也开始怀疑我 结果有一天 她就在房间里面做了七八个菜 我一看我就明白了 因为她跟我好的那段时间里面 从来没有做过八个菜 这八个菜就代表了 我们那天肯定要结束这段关系 没有办法 就是不想分开 但是迫于这个现实的这种压力也好 或者是她的自我怀疑也好 必须得分开 过了有几年吧 我听我的朋友说 她已经去世了 她因为她得了很严重 严重癌症 叫Limbai 她已经走了四年了吧 哇 天啊 我就觉得我怎么办呢 我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怀念 跟纪念一个在我生命里面这么重要的人呢 我没事把手机打开 偶尔看到了她的那个相片 我就很难过 当天晚上我就把这歌写完了 这段感情其实是我特别特别难忘的 以至于我的《无所谓》《那一天》 包括《两人世界》 我第一张唱片里面基本上五首歌 都是给她写的 刚才为什么说这个歌 其实还是跟闪光乐队有契机呢 因为我写完了以后 我第一时间拿给亚东听 在那个阶段正好亚东跟这个 我们咱们节目组家具导演在联系 就这样我就来到了这儿 因为这首歌 我也完成了我的这个闪光之旅 谢谢大家 今天站在这儿把这歌抛开 我想跟大家说 其实我心里面一样 我内心渴望跟每一个人交流 但是我就没有办法 让自己很很自然的 完了让别人也感觉到很自然的 那么去接触对方 这个问题我一直改不了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我们未来可惜 随时联系 没错 没错 说实话 杨坤有什么其他的成就 对我 我没什么意义 但是如果他在现在 还是那么用力写歌这件事情 实在太打动我 他是个非常真挚的人 然后我也想说 闪光的不仅仅是大家的才华 还有友谊 其实包括我们有可能 心里很排斥某一个类型 但是不妨碍我欣赏你 这也是音乐为什么 有如此无限的魅力 总之我个人非常开心 能够认识大家 也感谢大家对我的包容 加油 谢谢杨坤 谢谢亚东老师 谢谢 谢谢两位跟我们的分享 马上